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应该多注意 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 请您动动手指点赞订阅 您的支持使我更新的动力 一般家居中都会有个鞋柜 我们可以把鞋放进柜子里 这样可以避免不好的气场 影响到自己的运势 这好比眼不见心不烦 只要看不到这些煞气 而且这些煞气又被关在鞋柜中 那影响就会很小 也符合风水之道 鞋柜摆放的也要注意 鞋柜不能太高大 一般鞋柜不可高于成人的腰部 鞋柜要摆放在大门口 这样无论从风水方面 还是使用方面都会比较合理 经济家中最好有一个鞋柜来摆放鞋子 不穿的鞋子放置柜中 这会帮你关注鞋上的煞气 对家园也有好处 有的人会有很多鞋子 但无论新旧都要分开放置在鞋柜中 如果换机的鞋子不要穿了 一定不要直接就放在鞋柜中 要清洗干净后收起来 否则这鞋子的气场也会影响到你的运势 鞋摆放在鞋柜里的时候 鞋尖一定要向着鞋柜里面 如果鞋尖向外 当你一打开鞋柜拿鞋的时候 这样就会形成煞气 时间长了 对健康运势就有影响 还有一点要注意 鞋要成双才可以 如果不知道何原因 有一只鞋不知道放在哪里了 应及时地把另一只也处理为好 鞋柜用后 要把柜门关闭 一 舒适是第一选择 能走多远 也许决定因素不一定是体力的好坏 有时鞋子也起了关键的因素 很多人喜欢游山玩水 这时一双磨脚的鞋 就像套在身上的情聚枷锁 不仅疼痛难忍 让人坏了性质 甚至还会伤害 装脚发生病变 鞋子的大小也是一 所以用穿小鞋来比善害他人 可见铺合脚的鞋子 就像限制各人发展的桎梏 长穿过小或扩大的鞋子 不仅自己穿着难受 也会让他人觉得别扭 不合脚的鞋子 会影响人的走路姿势 拘谨或拖踏走路姿势 都会影响人的形象 甚至影响人的事业发展 二 质量是重中之重 鞋子的价格千差万别 有的人选择奢华定制的皮鞋 来体现地位尊贵 有的人选择一双 简单的布鞋 也穿得得体舒适 无论任何材质和价格 即使选鞋的时候 除了合脚 还要保证鞋子坚实耐穿 设想如果走在路上 或出席一个重要的场合 忽然鞋底掉了 或鞋跟蛇了 这是多么丢人的事 如果是衣服忽然坏了 其他人还是可以借一件帮衬一下 但是鞋子坏了 就只能尴尬地拖着坏鞋 去寻找鞋垫或者修鞋子了 一双质量很差的鞋子 就像忽然掉链子的车 在关键时刻让人特别无助 三 要经常保养鞋子 经常保养鞋子 不仅可以延长鞋子的使用寿命 也可以体现一个人精神风貌 鞋子是一个人装饰中 最容易忽略的重点 一个人穿着的再风光 鞋子上的污垢 鞋边的淤泥 鞋面上的尘埃 都会显得非常突兀碍眼 鞋子影响着一个人的运程 导致鞋子的干净崭新 可以为穿鞋者带来顺利的运势 所以一定要照顾好自己脚上的鞋子 让自己穿出好风水 不要穿二手鞋 鞋子穿久了 就该舍弃就舍弃 也尽量不要穿他人所剩的二手鞋 人们都知道二手烟是一种污染 其实二手鞋也能污染一个人的脚和运势 人的脚上有很多汗泻 排泄着身体中的废物 因此脚上吸引留存了很多真菌 有的人还有脚气的毛病 鞋子因为透气较差又不宜清洗 所以很容易将污染传递给他人 穿二手鞋 不仅会将霉裙穿到自己身上 也容易将霉气传到自己的身上 五不要太过眼花缭乱 鞋子不仅是舒适的行走工具 也是着装的点缀 除了演员们舞台上的表演效果 普通人选择鞋子的时候 最好不要选择装饰过度的鞋子 好的鞋子虽然可以夺人眼球 吸引回头率 但是过游不及的装饰 会显得人很没有品位 也会寻兵夺主 影响整个着装的效果 今天的鞋子都是简单而和谐的 太过眼花缭乱的鞋子 会让穿鞋者在运势上 照着不必要的麻烦 引来势碎之争 六选择催望运势的颜色 每个人命里都有喜剂的颜色 在运程的每个阶段 又多有催望运势 带来好运的色彩 这些人五情缺土 则可以选择黄色棕色系的鞋子 为自己的运势增益 尤其是在一些人生中重要的阶段 或者是年纪的喜庆时刻 选择喜望自己的颜色的鞋子 或有这些色彩装饰的鞋子 会给穿鞋者带来意想不到的好运 与运势有关的鞋子风水 一 鞋子颜色要讲究 人人都有自己所喜欢的颜色 颜色则蕴含了玄机 解读出急凶信息 人对某种颜色的好物之心态 是随着不同时间 不同心情而改变 总体上说 鞋子颜色应该与自己的五行相匹配 鼠金的颜色有白色 青色和金色 鼠木的颜色有金色绿色 鼠水的颜色有黑色蓝色 鼠火的颜色有红色紫色 鼠土的颜色有黄色棕色 列举 小肉的命里八字是五行万火缺土 那么他的鞋子颜色 因避开红色紫色 而选择黄色棕色为主 二 鞋的舒适要讲究 鞋的款式有多种 比如皮鞋 运动鞋 休闲鞋 昏鞋 雨鞋 鞋靴 板鞋 有高跟鞋 平板鞋 老头鞋 青春鞋 扬鞋 脱鞋子 套鞋等等 不一而足 鞋就象征着人的朋友 鞋最常见的是用来象征异性 或象征婚姻 此话说 婚姻就像鞋子 合不合脚 只有自己知道 因此无论是哪种鞋 都要考虑它的舒适度 如果经常性能为了某种需要 再不顾自己足下别扭甚至疼痛 那么没准你的美誉 也就遥遥到来了 因此 如果确因职业等需要 牺牲自己的双足舒适度 那么也请你在非职业时间 立即换上合适的鞋子 让自己的好运不知溜走 同时在职业时间段 配戴相关事务正鞋 三 穿鞋的场合要讲究 犹如不同场合 穿不同衣服一样 不同的场合鞋子也不同 正式场合一定要穿 与你五行颜色匹配 款式匹配的鞋子 例如上班会谈交易等 如果不注重鞋子搭配 那么鞋音同鞋 会给你带来不祥的结果 遭遇小人 谈判失利等不请自来 特别要指出的是夏天到来时 不少女孩子会穿那种 前面看上去像凉鞋 后面无根带的鞋子去上班 这种鞋子穿久了 运气也就消耗殆尽了 更不要说穿着这种鞋子 去谈判等正式场合了 四 不宜多穿的鞋子 一些在家办公的搜户族 或者不太需要穿正式鞋子的人 往往图方便或偷懒 随便套上一双鞋子晃来晃去 结果到年底算账 自己好像运气不太好 其实 有些鞋子是不能老实穿在脚上 比如人字托 记住 任何鞋子都不能久穿不换 五 鞋带的风水讲究 正式鞋子通常有鞋带 鞋带断了 必须立即换 换鞋带要同颜色 千万不能随便换不同颜色 不同质地的鞋带 否则会有煤气上角 鞋带要系好 一些人图方便不细带或者随便一塞 如此久已 你的情感生活会大大受影响 六 不要穿旧鞋 二手鞋 鞋象征着婚姻和事业 如果你翻出你十年前穿过的旧鞋 或鞋带很久的鞋 那么你同事送你一双他穿过的鞋 那么可能你的婚恋和事业会起变化 却你还是小心不会过 当然小孩子穿别人的鞋带说 七 少穿奇情怪状的鞋子 一些人追求新潮和时尚 青年那些奇情怪状的鞋子 一年中几乎天天穿着 或者不断变化其款式和穿法 提醒你 除非你是该鞋的代言人或模特 还是穿一穿那些符合你的五行 比较中规中矩的鞋子吧 另外 有些人坐着时容易把鞋脱离脚跟 类似半穿鞋 生活有人干脆脱掉鞋子 都是极端不好 道理不明自愈 八 鞋的收藏要讲 鞋的收藏主要讲究三个原则 一是鞋子要入柜 千万不能很长时间 不穿那鞋子就扔一边 鞋子带有外边的气场 扔在一边久了会搅局 二是鞋柜高度 不能超过你的肩 否则压你的气场 三是收纳鞋金一定要冲理 鞋子对运势的影响 有一种杂物 急不适宜放在家中 那是弄污了 未经洗涤的鞋子 鞋的打理因为每天回家后 将鞋清洗干净后放好 特别是染了污泥或污垢的鞋 要马上清洁 在现在社会中 有些懒惰的人从来不洗鞋 鞋在香港特别影响风水 因为香港人特别易换香港脚 相信由于香港天气潮湿 及上班一族长期转转厚厚的脾气有关 换上香港脚等足部皮肤病的人 所穿的鞋子会发出阵阵臭气 远至零屋也秀得到 因此鞋是急污汇事物 必须每天清理之 将污汇的鞋底放在家中 急不合乎卫生 而且鞋多数置于大门口 而门为气口 为每天纳财之地 在纳财地方放置大量污柜发臭的鞋子 当然不是好风水 很多人会在大门口放一个鞋柜 这种构思其实非常好 因为当柜门关上后 可以谢绝汇气涌向大门 但鞋越来越多的时候 人总不喜欢气掉旧鞋 于是鞋柜很快就被挤满了 人的习惯将鞋随意放在门边 从而影响纳契和财运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实施新清静 日式极强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